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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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乖 好棒喔 好棒喔 很棒 要有一些減兵训练 所以要全身一直磨它 不要这么敏感好不好 但我真的觉得她咬人 这个坏习惯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欸 所以说可能也是 就是問問大家的意見啦 有沒有什麼好方法可以在底下留言 網路上那些方法我真的試過 什麼遠離它 不要理它 然後還有就是把它推開 對 但是它就會衝回來有沒有 或者說塞完去給它 它也是覺得你的手比較好玩 所以可能我有給它一些錯誤的連結 總之這個就是在 試試看好了 好啦 要為你吃東西了 吃午餐 不行 嘿 左下 左下 對 我會盡可能分成四五碗讓它吃 也順便訓練說讓它不要忽視 坐好 等 好 來 棒喔 只能說只有這時候我是小天使 等 好 好棒 然後我也聽了很多朋友的建議啊 就是把它睡覺的地方跟尿尿的地方隔開來 那其實我基本上呢只要開籠之後 就一定會先帶它去上廁所 而且是先抓到淋浴間去 因為我希望可以培養它在那邊 大小便的習慣 只有它在休息 以及我睡覺的時候會這樣關起來 喝水的部分呢也分成兩種 一個就是 玩讓它比較好喝水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怕這個沒水了 那它就可以在這個滾珠瓶裡面喝水 對我知道這個是非常難用 所以說如果你有養狗真的不要用滾珠瓶 尤其第一個就是我這個地方 這個點 第二個點就是我們家的門口 它也很喜歡在這邊 大小便跟尿尿 炭炭 這是你的便便 你不能吃 你不要跟我搶你的便便 好啦不怪你我還是很愛你 平常除了龍內訓練呢 就還有高台訓練 就這樣 就這樣 好乖喔 13秒1 2 3 好乖好棒喔 我是希望它在高台上的時候 然後可以就是非常的安定 來 坐下 坐下 好棒喔 乖 在高台上呢 會產生好的連結 蠢狗你真的只有在 在吃東西不會咬我咩 超愛吃東西 來 看這邊 有看鏡頭嗎 有 看這邊 看這邊 看大家say hi 好啦 乖 放 放 放放它 嗯 它從一開始來我家的時候 第二天我帶去健康檢查 然後是2.1公斤 結果現在已經是2.6 2.7 整個也變大隻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 變超大隻 左下 好 左下 很乖喔 然後我今天有一個任務呢 就是要幫它剪指甲 嗯 好棒喔 好棒喔 感覺滿順利的耶 我以為它會一直刺耶 看看很棒喔 來 再一個 又沒有剪到 你很緊張耶 坐下 先放下來好了 你還有18個指甲要剪喔 可以嗎 完蛋它現在有點怕 讓它們不要怕好不好 可是我們今天指甲還是要把它剪完啊 好不然 這個剪完還要磨耶 嗯 大公尺 比洗澡很累 感覺它有點小的功夫啊 坐下 嗯 很棒喔 很棒 不要碰喔 來 坐下 快點 來 坐下 爸爸先抱 爸爸先抱 好嗎 緊張 我覺得它是怕看到 因為我剛才有把眼睛遮起來 就這樣遮起來剪 它其實比較不會整理上 應該都沒剪到血管吧 沒有沒有沒有 剪到血管應該會流血 不要緊張 直接讓你害怕 來 你吃的到處都是 你把它吃乾淨 吃乾淨 全身都毛 吃乾淨 這動作有點色耶 小色狗 開心的時間沒了喔 來來來 它沒事喔 沒事沒事 沒事啦 沒事 狗狗都好怕剪指甲和抹指甲 天啊 來 再一次喔 還是喔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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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沒事 沒事啦 沒事 沒事齁 好難 還撞到它在頭 好 我覺得你要來幫我了 我就沒辦法了 其實剪得還不錯吧 就是都還有留友掰掰的啊 然後 也沒有見血 然後你叫成這樣 哈囉 然後得說真的是養了炭炭之後啊 每天花了超多時間在陪它玩 還有幫它拔屍拔尿 跟它玩簡易的小巴合遊戲 但我們不要演變成就是搶東西的 所以就是輕輕的拉扯就好了 其他的時間呢 就是如果沒有給它玩的話 關籠子 就是好好的給我睡覺 它現在才兩個月大 等它哪一天 四個月大的時候 朋友說就是一場行風行雨 它到時候會超級愛亂咬東西 希望它把那些玩具都咬爛 沒有咬爛不能有新東西 你想說什麼話 好啦 今天的黑柴日記第二集 就差不多這樣結束了 今天任務就是 讓它接觸剪指甲 爸爸退愛你了好不好 看它哪裡 看哪裡 掰掰 掰掰 我要去大號囉 掰掰 下一次就是打疫苗囉 打疫苗應該也會咬咬叫吧 掰掰 來小狗 全身都是毛 下次不可以換這種 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大家 大家到底覺得就是柴犬的這個肉球啊 是什麼味道 有人說很像爆米花 有人說很像冬瓜茶 大家可以跟我講一下它到底是什麼味道 欸 把花瓶 變變 我覺得給它在私人空間好了 Tanny好棒喔 欸欸欸欸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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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哈哈哈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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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囂